各位朋友大家好 苦年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在这里和大家拜一个年 祝大家苦年万事如意 苦苦生威 在这里和大家报告一下 1月份香港工商铺的市况 通常在税晚的时间 工商铺的成交中数和金额 都会下跌一部分 如果根据数字看 1月份的工商铺成交中数 大约是440多宗 比起上一个月少了大约18% 而金额方面大约只有83亿 比起上一个月少了5-6% 亦是一个正常的成交表现 很多朋友都问 在年底的时间 第五波疫情又出现 農曆新年假期后 看到疫情又转趋严峻 特区政府也加强了防疫防控的措施 工商铺的市场发展又会怎样呢 其实每逢在疫情有变化 很多投资者或者持有大资金的人士 反而会趁机会 和业主欺商 买入一些心仪的物业 这段时间第五波情况出现 成交中数当然会少些了 但对买家来说 可能是其中一个好的机会 和业主增加那个议价的筹码 希望能够令到业主 可以在价格上去遷就 所以就和大家朋友说 如果资金充足 对后市的信心够强 其实这段时间 反而是一个好的机会 用一个较便宜的价钱 讨价还价 可能会获得一些惊喜 买到自己心仪的物业